这次国民党朱立伦主席 特别派副主席夏立言大使 还有我作为国际部主任 在美国选完的第二天 隔两天就到美国去访问 那么可见中国国民党对台美关系的重视 我们其实过去一直都很努力 我自己个人在过去两年半 连同今天是飞美国华盛顿第13次 那么这一次夏立言副主席跟我 我们是采取分镜合集 就是夏副主席他还要负责纽约 那么我是主要都在华府 那么夏副主席跟我也会有相当长的时间 在华盛顿一起活动 那么主要的我们对美工作因为是民主国家 台湾跟美国一样 所以我们对美工作也都是两党兼顾 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 那么过去我们共和党在野的时候 我们接触也很多 那么这一次我们到美国华府 当然会跟拜登政府的重要的相关官员 以及负责跟台湾联系的相关部门 都会有见面都会有接触 另外也会跟美国国会 还有智库的学者一些老朋友 我们也会都再见面 那么主要的是 希望能够在美国大选之后 我们能够有第一手的观察 了解美国 尤其是纽约跟华府的这些动态 那么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 美国在总统大选后 一些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 以及讨论一些未来的政策的议题 那么我们相信 中国国民党作为国会最大党 我们有责任 有义务 要更了解台美关系 让我们能够为台湾做出 更好的政策的贡献